这个设备一启动就跳楼宝 老板他自己修没修好 这样的小厂养个电工养不起 老板说找我们更有性价比 什么故障呢 就是一盒闸老是跳闸 断电 可能是短路了吧 有 哎呦 这是新换的吗 这个是新换的 这个是新换的 这样以后一启动 直接跳 一送电他细合了 这带着什么样的 这带着什么样的 三万秒 对竹林现在对着 很明显那有漏电的 这下面是接了两个电机把线拆掉 把这两路分开分别测量一下看哪一路是漏电的 测的这一路是没问题的这个电机没问题 嗯 很明显 测的漏电这个线就是后边这个电机的线 它设备促成的一个电机 那下面就看一下是电机烧了漏电了 还是说这个电线破皮了 打铁了 那有味了 大哥有味了 那那外边在这测一下就知道了 把线断开 然后电机都热了 把线拆了 嗯 嗯 电机烧断了 电机缺效了 电机是怎么烧的呢 是缺效烧的吗 如果测这个电源线有没有问题 可以把这头扭在一起 在线的这一头测着三根线的通断 测的这个线是没问题 不是线的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电机烧呢 电源缺效烧电机 它换了个焦虑接触器 那找一下原来那个接触器 这个这个不是 那就看一下上一个接触器 原因在这儿 这个线头在这个地方打火了 这种情况很明显 这个线头没压进去 没压到这个螺丝里面去 就是搭在这个螺丝上了 接触不良 导致三项电缺一项电 我分析就是它的原因 你得看这个电源线 这根短 其他两根长 这根短的老板说都烧糊了 他把烧糊那一块剪掉了 这样漏电的原因 烧电机的原因都找到了 剩下的就是叫老板修电机就行了 另外测的在接触器吸合的情况下 接触器输出是正常的 三项电压都是正常的 这个不缺像 它这还有一个备用的 把这个备用的给它换上 这个是好的 像这种在缺像的情况下 怎么能保护电机不被烧呢 所以我准备给它加一个热计电器 让它在缺像的情况下 在过载的情况下 及时的断开电机 装上热计 压上电机电源线 把控制接触器吸合和断开的控制线 串入热计的长臂触点 这样当有问题 它会及时的断开焦虑接触器 接好了 先试一下机吧 祈福 谢谢 好了 才12晚了 OK 好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它这个过程比较简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来看这种现象正不正常 客户在进来的电缆线 主线 装了这么一个 也叫什么 零续电流护感器 在电机运行的时候 它会显示漏电电流 在电机不启动不运行的时候 漏电电流是0毫安 它这个电机功率比较大 采用了软启动 这是一个旁路接触器 是控制电机的 这是背面 正面 这是一个软起 软起 下边接的是电机 这三个电缆线 它这个功能原理是软启动 先带动电机 启动运行 几秒钟以后 后面的接触器吸合 带动电机运行 那就先启动一下电机 看这个漏电电流是多少 马上就对这个电机启动一下 这是有地线的 组地线排 下面那个是电机的地线接过来的 开了 嗯 2000多毫安 2点几岸的电流 600 3.3安 这个电流 我掐的是电机地线的电流 这个是进来主线的地线电流 地线电流 3安多 剩下的还有一些什么水泵啊 风机啊 这些地线 它这一个电机一个地线 一共三个电机 接了三个火线一个地线 过去了 所以说测的这一个 这根线上的电流 是电机回来的地线上的电流 也是电机外壳带的电 对地线放电的电流 电流不一样 护感器显示1000多毫安 但是我测的是5.7安的电流 您说是怀疑电机漏电不好吧 三个电机 看看其他电机 这边还有一台在运行 看看这一台的电流吧 它这个没装那个 零续电流护感器 这个电流5.1安 这是线圈在漏电吗 看一下这个大电机 三项一部电机 看看多少千瓦 160千瓦 这是160的电机 它运行起来怎么那么高的漏电电流呢 那这种线像这么正常呢 看一下现在的电流5.7安 是正常的吗 那就停机测一下线圈 可以断哈 把这三根电机线从软启动上拆下来以后 用表测一下 看看有什么反应 直接用层次开挡对地线来测 看一下表针的反应 就像测电容一样 有个瞬间的充放电 再倒一下表笔 再测一下 再看一下 三项都是一样 有一个瞬间的充放电 不倒表笔测的话 没有,没有充放电现象 再看旁边这一台电机 一测,表针没反应 然后,把两个表笔倒一下 黑表笔测接地 红表笔测电来线 也会有一个瞬间的充放电 像测个小电容 这是用指针表 如果用摇表呢 用摇表一个夹的夹电来线 另一个夹地线 看一下 表针瞬间到0 然后又到无穷大 和指针表那个瞬间摆针差不多 再看一遍 一摇,瞬间 表针回摆,然后到无穷大 它这个电机是不漏电的 电缆线也不漏电 再来看一下指针 和摇表那个现象 看,一回摆,然后到无穷大 你看我找了一个昂贵电容 我测一下跟那个现象像不像 先测第一下,摆动幅度小 倒一下表笔,摆动幅度大 再倒一下表笔 和刚才测那个电缆线,现象一样 这种现象不好解释 但是我觉得是正常的 再来看一下电机运行的三项电流 这一项230安 看第二项,236安 再看第三项 233安 三项电流之间有偏差 相差3安左右 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三项电机大多都有偏差 只要偏差不是太大都可以的 这种电流不一样有什么影响吗 其他的电机在测 240 看这一项 236 也是有偏差的 所以有的搞不懂了 电机一直正常运行 那电机外壳对这个接地 有一个6.7安的电流 这个和三项线圈电流不一样有关系吗 所以还请董行的师傅在评论区给多多指点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void 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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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